两队球员 正式进入比赛现场 特别是王伟 王伟大家名字听了很多 但是真正进的踢球不多 是 好了 舞蹈板烧音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进去现场直接一条进射 连续的摆脱过人 莫林诺再加速 直田直通和自己的守门员 增端者相互之间 有一个配合的失误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莫林诺突破了 小绿远跑单之后 直田直通先卡住线路 结果往回推了一下 力量小了 结果编后卫队到转转 转前点点球 点球 不然判定 路道路道队在阵区中央 防守犯规 又是39号 全四至你 明显 明显他这个上部已经骂了 莫林诺 接近小绿非常严 1米0 开赛12分钟 赛新花 迎接着莫林诺 点球命中 取得领先了 上海足堂的一带民宿 新花队的队长范志毅 今天也是在现场观战 转身自己射门 李帅奋力把这球扑了一下 杨德罗今天开场之后 射门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对 非常棒的一个战术设计 而且刮林诺的阻伐的 驻跑的距离 计划卖的提前换人 可能路道路上还想着 下半是在让进行萌生上 好的 莫林诺在边路 角旗区域非常花哨 先用左脚拉球 甩一个牛尾巴 同样是来一个 左脚的插花脚的船中 而且船的质量非常高 果然是直接进行萌生上 质量非常高 莫林还要开前点 投球马上排 哎呀 哎呀 这么好的机会 结果一头给顶高 已经意识到对方呢 会派人盯防前点的毛建青 这次毛建青呢 没去跑 而且换了一个更靠前的前点的人 四号莱奥西尔瓦在前场 相同位置来两脚远射 安德罗球传过来 再给莱奥西尔瓦 再打 哎呦门前 结果 路道路教队 真还是运气不错啊 九号零母优母 这球是有点折射过来 对 来到西尔瓦射门 是打在刷队 谁的腿上横向弹着了 嗯 再给瓜林 看这条 自己打 圆壁白腿 小腿的这个爆发力 弹射真是厉害 对 金青梦生 外脚背给过来 零母优母 转后点 二比二 朗德罗跟进之后 凌空左脚爆射 就发生在 生花队刚刚换完人 结果由手转勾 出现了失误 往底线 哎呦传到门前 结果 哎呀 一字拍开 生花队多名队员 在门前 谁都没碰到这球 推到底线 在传门前 那这样没时间了